第69屆康城電影節如火如荼進行 儘管今年沒有華語電影入圍 不過小說改編的中國電影《盜墓筆記》 不僅砸重金購買長刊內頁廣告 設立發布會等活動 還邀請原著南派山蘇 導演李仁港和男女主角景博然和馬思純 踏上電影節開幕紅地毯噱頭十足 不過萬萬沒有想到 最終因為安排失誤 一心人錯過走紅地毯的機會 讓影迷失望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馬上聽聽當事人現身說法 每逢康城電影節時刻 無論大師級導演還是菜鳥演員 作品入圍與否 能夠踏上這條床60米的紅地毯 都是世界影壇最高榮耀的見證 中國電影《盜墓筆記》的劇組和演員 這次受邀走紅地毯 不過整組人卻因為交通安排溝通失誤 延遲抵達現場 措施走紅地毯 兩位演員景博然和馬思純認為 一切是預料外事 希望下次可以以入圍者的身分現身康城 在嘎納是第一次的 所以從演員本身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當然有一些小事物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我們預計不到的 但我相信我們都還年輕 還有機會 因為我覺得反正對我們來講就是一步步走進嘎納這一次來宣傳 下次希望咱們 再來 你的作品可以入圍 尤其是 對女孩子來講 對女孩子 對 然後她吧 老爺們手還蠻重的 就像剛才馬思純說的 對於功夫 對於動作性沒有接觸那麼多和那麼多豐富的經驗 對 我們兩個新手來講其實有一點壓力 但是我覺得整個拍攝的過程當中現在回想我覺得算是順利的 對 沒有因為我們兩個的原因去 造成太多耽誤 對 沒有耽誤太長時間 《盜幕筆記》是一部動作探險電影 改編自《南派三書同名小說》 講述無邪在仙人的筆記中發現了古墓秘密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 與一批盜幕高手一同尋寶 卻意外發現千年古墓中數不勝數的詭異事物 電影預計7月份在中國上映